一个女人长期没有爱情的滋润会变得很寂寞,很难熬 她们只能找不同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并以此来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以至于不那么难受 笔者来介绍六种她们宣泄的方式 一,看韩剧 虽然生活中她们没有遇到比较满意的恋情 但她们从看韩剧的方式来满足她们对爱情的期盼 一种向往 虽然这是一种宣泄的方式 但是长此以往可能对真实的感情生活会产生一种失望 毕竟现实和理想,故事差距还是蛮大的 啊,吃东西 有些人喜欢用吃东西来发泄自己的不开心 只要吃到好的食物和美味的食物就突然豁然开朗 但这种方法会有反效果 长此以往我会使自己的身材越来越胖 这种方法还是不提倡 毕竟对身体无太大益处 三,出去逛街,消品 逛街是女人喜欢发泄情绪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等她们买到了新衣的衣服 鞋子等等 好像这种坏情绪都消失了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喜欢这些衣服 而是因为街上嘈杂的环境 还有和同学们上街聊天 把不快暂时忘记了 四,睡觉 当你睡着了 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忘记 进入梦乡 做工会为你解决烦恼 睡了一觉 好像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五,网上购物 有些女人并不一定是因为需要某些东西 而且网上购物的 是因为好像中了购物的一种毒 有些人遇到这些不快事 就喜欢用网上购物 来解决自己的这些烦恼 但日益减少的就是自己的钱包了 六,哭泣 估计是人类最原始的解决 不开心事情最基本的方法了 都也是最好的一种方法了 毕竟哭出来 心理负担就会减轻许多 女人们就算现在还没有遇到自己的爱人 也不要着急 不要难过 老天自有安排 缘分来了 你的爱情就来了